画面上是七土区的李林长座谈会 市长谢国良在民政处长张渊祥 及公务处、环保局、七土区公所区长等单位的陪同下 仔细聆听基层所反映的问题 其中有李林长反映儿童游戏广场和里内的公园 经常有民众酗酒造成环境卫生等问题 让地方很困扰 因为我们独北里有一个儿童游戏广场 那边其实聚集一些很多喝酒的 那丢酒瓶那些之类的东西 可是警察是没有办法可以关的 对它是儿童游戏广场 它的科目是儿童游戏广场 因为它不列在所谓的公园管理条例里面 因为公园管理条例里面有那个喝酒 警察其实可以驱赶 那儿童游戏广场它里面是没有列入的 那其实他们在那边喝酒 有时候他们就是说我没有犯法 他们在那边喝都可以 在椅子上那边喝酒已经是常态了 那我们也有请公所这边 帮我们做了一个禁止喝酒的牌子 可是还是一样 每周扫地都会捡到酒瓶 而且有时候酒瓶还会睡到 我们的人工草皮上面 有这个里面就拍下了照片 然后就凌晨四点多 有人去公园 然后就发现到说 垃圾非常多 这游垃圾是旁边有酒罐 然后有一堆垃圾 然后有一堆年轻人坐在那边喝酒 针对李领长的反应 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 现场指示警方要列入巡逻重点 也请督发处后续研议 将儿童游戏广场 纳入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的可行性 以利管理维护 一般来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法源 或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回应一下里长的问题 如果说里长或是有家长 带小朋友去那边有发现到说 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那边喝酒 或者说像有一些流浪汉等等的 像其实我们都可以拨打报案电话一零 那即使我们警察到现场 是可以盘查他的身份 然后看他有没有说一些前科 或是有一些前案 那还是说他身上有携带一些危险物品等等的 那如果他没有他就是在溜滑梯里面 坐在那个溜滑梯 可是不溜下来 他就在那边一喝三个小时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柔性的劝导 请他看是不是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场所 去做一个饮用酒类的地方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形 你们跟我讲 我可以请那个警察局去 因为以那张照片来看 他有没有打扰这个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我不知道 不过他们一定有乱丢垃圾 对 我们现在也是有乱丢垃圾 也是有罚则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方式 去检举他 然后去处罚他 法员引用要这样子 治标 我们多做几次治标 那他来也没意思 就叫他罚钱 每次来就被罚钱 你提出来 现在台北市怎么规定 我们把基隆的规定 罚则也把它定进去 那我们依法可以赢那个 就在孩子的公园是不能喝酒的 现场的七土区李林长发言踊跃 也提出百福社区等公车 收垃圾以及噪音防治等相关问题 市府团队透过面对面直接沟通 希望能有效率的来解决 地方上所遇到的各项难题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